这对姐妹正在游泳 突然姐姐的戒指掉入了水里 两人急忙下去捡 可还没来得及上来 泳池盖却被管理员盖上了 这个老头是泳池管理员 因为临时有事 需要马上回家 于是他通知所有人马上离场 而这时 姐妹俩还在水底捡戒指 老头一看泳池没人了 便关闭了泳池的玻璃盖 等姐妹俩浮出水面时才发现完蛋了 他们已经困在泳池里 这下可麻烦了 游泳馆得下周才开门 两人拼命拍打玻璃大声呼救 可四周却鸦雀无声 他们猛推玻璃 玻璃也纹丝不动 两人濒临崩溃 难道只有等死了吗 妹妹可不愿意 她连恋爱都没谈过一次 就这么被泡死了亏得慌 心有不甘的两人游遍了整个泳池 终于在边缘处 找到了一个扑克大小的小洞 但洞洞实在太小了 只能伸进几根手指 妹妹想掰下池边的铁钩 去撬开泳池盖 可钩子太牢固了 她只好放弃了 这时姐姐找到一块塑料板 想借此来打开生命的闸门 妹妹在一边发起了牢骚 这样根本没用 难不成塑料还能比玻璃硬 还是等你的盖世英雄来救我们吧 眼前的困境让妹妹的心态炸裂 她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姐姐身上 要不是为了捡你那该死的破钻截 我们能被困在这吗 妹妹一抱怨就停不下来了 在那喋喋不休 姐姐不想吵架 独自潜入水底取出了订婚钻截 她还发现排水该松了 用这东西砸玻璃肯定能行 可她使出吃奶的镜也拽不动 无奈只能浮出水面找妹妹帮忙 可妹妹却一口回绝 责怪姐姐进出些搜主意儿 这下姐姐也毛了 这不行那不行 那在这一起变成泡芙好了 就在这时 岸上的背包里手机铃声不断响起 这是姐姐的未婚夫打来的 她开始寄希望于未婚夫 可等到日落下山 灯都熄灭 她的盖世英雄也没有出现 这对姐妹正在游泳 突然姐姐的戒指掉入了水里 两人急忙下去捡 可还没来得及上来 泳池盖却被管理员盖上了 两人困在了泳池里大半天 幽闭的空间 稀薄的空气 冰冷的池水 姐姐的身体开始不适 她捂着头一脸惨白 看上去非常痛苦 原来是姐姐糖尿病犯了 急需注射胰岛素 可所有物品都在包里 如果不及时打针 她随时可能昏死过去 妹妹都不知道姐姐有治病 因为她从没关心过 她很愧疚自己对姐姐的态度 便继续捡起塑料板打磨洞口 寻找逃生的可能 她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一定有办法出去 就在这时 游泳馆的灯竟然亮了起来 是职业班的清洁工 两人欣喜不已 这次绝对有戏 两人立刻发出求救信号 边敲玻璃板边喊救命 可当清洁工了解事情经过后 她却悄悄翻起了姐姐的钱包 里面有一点碎银子 都不够她交房租的 不过还有一张银行卡 她禁止走到工作室 关掉了所有泳池监控 她刚从监狱出来 还有个嗷嗷待哺的女儿 她现在急需用钱 逼问姐姐说出银行卡密码 什么 生死关头 还有人来敲诈自己 这点太背了吧 妹妹憋了一肚子火 我问候你全家 清洁工一听更是乐坏了 本想搞点钱就走 现在想陪你们玩玩了 姐姐知道 如果不抓住清洁工这根救命稻草 姐俩就活不了了 她赶紧把密码说了出来 但清洁工表示 要去取完钱再来救你们 妹妹这抱脾气 又开始忍不住多嘴 说清洁工女儿有这样的妈妈 肯定过得不好 这些话深深刺痛了清洁工 她怒火中烧 取钱之前 不假思索地关掉了泳池的水暖 深夜的低温让池水 变得寒冷刺骨 很快姐妹俩就冷得不行 她们能否挺到清洁工返回呢 这对姐妹正在游泳 突然姐姐的戒指掉入了水里 两人急忙下去捡 可还没来得及上来 泳池盖却被管理员盖上了 两人困在泳池里已经一天了 好不容易把清洁工盼回来 她却还是不肯开门 一问原因 清洁工还一脸委屈 你好歹也二三十了 银行卡里就几块钱 你逗我玩呢 此刻姐姐体力不支 快撑不下去了 妹妹急了 她不明白清洁工怎么可以毫无人性 她决定展开报复 于是她叫住清洁工 透过小洞 说要给她说过悄悄话 报复成功了 清洁工被激怒了 她打开泳池的氯气装置 姐妹俩被冲得头晕目眩 挣扎 呛水 就快窒息了 虚弱的姐姐都快晕了 妹妹慌了 没办法只能恳求清洁工放过他们 看到姐妹俩就快被淹死 清洁工这才把氯气关掉 怎么样 想活命了 妹妹止不住地哭 她不想姐姐有事 可清洁工还没完 又谈起了条件 这次 她想要姐姐的钻截 姐姐虽然心痛 但她没得选 只能乖乖交出 清洁工拿到后心里终于好受了点 她总算愿意放他们了 可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泳池盖密码被管理员换掉了 清洁工不知道新密码 怎么也打不开 为了不让自己惹上麻烦 清洁工直接跑了 眼看希望一次次破灭 这下两人真的快熬不住了 姐姐瞬间陷入昏迷 如果再不逃离泳池 姐姐会活不过明天 只有扯出下水道的铁板 才有希望 她鼓足勇气潜入水底 费尽力气终于扯出了铁板 她用铁板狠狠砸那个小洞 终于 妹妹打破了泳池盖 把姐姐抱上岸 总算自救成功了 她赶紧拿出胰岛素 给姐姐注射 可没想到 清洁工又跑回来了 手里还多了把枪 妹妹经历了生死考验后 已经无所畏惧 只希望姐姐能活着 清洁工被她感动了 拿出戒指还给他们 妹妹表示 你快走吧 我们不会报警 很快救护车赶到这里 姐姐终于得救了 两人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谁曾想 曾经被漠视的亲情 在绝境中会成为巨大动力 在日常生活中 你是不是也习惯了 亲人对我们的好 是理所应当呢